好 今天呢 要來看的這個題目 是2015年 程式碑的題目 好 其實這個題目當中你可以看到 他有2015這個數字 就可以知道 他是2015年的數學競賽的題目 好那一樣呢 如果你想要自己先來想過 可以把影片先按暫停 好一開始呢 他提到了 N等於A2015B 這是一個六位數 若N為72的倍數 好 他說呢 他是72的倍數 那我們就要想一下72 72是什麼 8乘以9 所以表示呢 剛剛這個六位數 他是8的倍數 也是9的倍數 好 那也許同學會問說 為什麼你直接講8的倍數 不講2的倍數 不講4的倍數呢 好 其實注意 如果今天呢 我們講這個六位數 他是2的倍數 2的倍數 代表什麼 代表B可以是0 2 4 6 8 有沒有發現選擇很多 那同樣的 那同樣的 今天如果我們講 他是4的倍數 就表示什麼 5B 他是4的倍數 那B 就可能是2 或者是6 所以呢 如果我們直接講8的倍數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 B 就只剩下一個選擇了 好 所以我知道了 既然N是8的倍數 表示什麼 15B 他是8的倍數 好 那既然15B 他是8的倍數 我們來想一下 好 8的倍數當中 15B 這個時候B應該是多少 好 我們就拿15B去除以8 好 所以15B去除以8 好 81的8 好 這也是7 好 那請問你8多少會出現7 88 64 89 72 所以有沒有發現 這裡應該是72 他才會剛好整除 所以我知道B 等於2 好 這樣就完成了 好 那接下來下一個步驟呢 我們要來處理 他是9的倍數 好 還記不記得9的倍數規則是什麼 好 9的倍數呢 他是數字核為9的倍數 所以A 2 0 1 5 2 他是9的倍數 好 那既然呢 他是9的倍數 就表示他的數字核是9的倍數 就把他加起來 所以A 加2 加0 加1 加5 加2 好 這裡加起來 後面2加1 3 3加5 8 8加2 是10 所以A 加10 是9的倍數 那 那A 是多少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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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18 可以喔 9 3 27 超過了 所以他等於18 因此 A 等於8 好 題目考你 A乘以B 是多少 所以8 乘以2 答案是16 好 剛剛有做出來嗎 一樣呢 對於這樣的題目 有任何想法也可以一起提出來討論喔 那也鼓勵同學 其實在數學競賽當中 常常會出現跟數有關的題目 因為其實整數是在數學當中一個很大的學問 好 也鼓勵大家多多的去算 不要有挫折 多接觸你就會越來越厲害了 好 今天這個題目呢 就講到這邊 好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